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族列传》读一读他们的前世今生沧桑传奇 读书之前我们先来一个知识抢答 我呢给您看图片 您来回答这种海洋生物的名字 这是什么 海狗 海豚 这是江豚 飞鱼 海兔 西施舌 文昌鱼 章鱼 鲍鱼 比木鱼 想问问您得了多少分 我想至少也在90分以上吧 因为它们中的许多 都曾经是我们的盘中餐口中食 我们都管它们叫海鲜 当然 比较正式的称呼是 海洋经济鱼类 但是您一定不知道 在这些海洋生物的背后 藏着多少的惊心动魄和岁月沧桑 它们的前世今生沧桑传奇 就写在了这样的一本书里 这是由陆江出版社出版的海足列传 它有一个副标题叫 华夏海洋生物随笔 作者是萧春雷 在书中 它写了中国人最熟悉的 68种海洋生物 考察了在我们的古籍中 关于这些海洋生物的记载 再结合现代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和下到海岛旅场 等地实地采访的第一手资料 讲述了中国人认识和利用他们的历史 描绘了中国文化视野中的 海洋生命景观 书里面的记载非常有意思 举个例子来说 您知道江豚吗 又叫江珠 它是属于鼠海豚科 它的背脊光滑 头部顿圆 江豚分布于印度洋 太平洋沿岸的海域 其中一部分进入大河 作者这样写道 在渤海地区 江豚又被称为缆腹鱼 在清代的一些限制上都有记载 说懒腹鱼肉极腥 不可食用 但多脂肪 所以人们取它的脂肪来点灯 但是由于江豚的油照明不稳定 它在娱乐场所就显得很明亮 在工作的地方就显得很暗淡 所以人们传说这是因为江豚 是由这个懒腹化来的 它本身就是好意勿劳的 不过作者研究了古籍 发现在清代就有人为江豚喊冤了 清代的郑光祖在一般路里解释说 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是人类的心理作用 因为娱乐场所里用灯很多 而且不节制 当然显得明亮 而纺织工劳作的时候 必定是节省的 用灯油少 当然就显得暗淡了 想一想啊 挺有道理的 书中说了 江豚呢在水中游泳 三五成群 在尘在福 像是在反复的一拜 人称拜江珠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说过 江豚大如珠 树莓同行 一福一墨 为之拜风 就是说能助导大风 因此古人认为 江豚能够预知或者召唤风暴 话说啊 康熙皇帝 就曾经指石弯弓 射江珠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康熙皇帝回忆 当年他南巡的时候 江风大作 众皆微距 朕独令冲锋而行 朕助力船头 射江屯 略不经意 康熙皇帝说这话呀 是想说自己年轻时候 血气方刚 独立船头 射江屯 十分的英勇 但是从这一段记载里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 江屯的数量 可是真不少啊 可惜的是 按照2018年的数字 长江江屯 现存 大约只有一千余头了 长江的生态 再次面临重大危机 而其中一种罕见的白济屯 在地球上生存了 两千多万年 在2007年就已经正式宣告绝种了 所以呢 读这本海足列传 你有一种很奇怪的阅读感受 常常是一会儿兴慰盎然 一会儿又悲哀叹息 当你读到这些海兽鱼类的历史 会觉得长知识很有趣 可是当你读到他们 不那么乐观的命运的时候 又会心情沉重 书中记载说 和江屯命运相似的 还有大黄鱼 它曾经是我们中国 最重要的经济鱼类 但是它在短短二三十年里 就濒临裂绝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特殊的名词 敲骨 作者写道 在浙江沈家门渔港 一位水产专家对它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你们福建有一种叫做 敲骨的作业方式 传到温州迅速推广 大黄鱼是食手鱼科 头骨中有两枚耳石 敲骨石造成灭绝性的捕捞 书中这张图展示的 就是敲骨作业的场景 我们看 两艘大鱼船在中间装好网 再用二三十条小船 在大船前围成一个半圆 每艘小船 三人 一人咬鲁 两人敲打绑在船帮上的竹杠 发出巨大的河声 声波传入海中 引起黄鱼的耳石共振 导致其昏迷 昏死的鱼群 被赶入大船张开的网中 一网大尽 因为这个敲骨作业成本很低 但是效率奇高 这大黄鱼不分老幼 一律俱奸 那个时候因为捕捞的大黄鱼太多了 鱼多价件呢 您猜大黄鱼那个时候多少钱一斤 每斤五六分钱 而更多的鱿鱼 则堆在滩头腐烂 当作肥料 那您知道现在的野生大黄鱼的价格吗 市面上一斤大的大黄鱼 价格是一千块钱一斤 两斤大的价格是两千块钱一斤 最后的一击是来自1973年底 那个时候浙江省组织了数千对机帆船 前往外海 用大围网扫荡大黄鱼的跃动场 满载而归 从此大黄鱼的鱼汛消失 种群濒鸣灭绝 书中说了 大黄鱼和小黄鱼都属于 鲁形木食手鱼科 好 呀 这一条 这一条 我会有换 就会有换 来 这一条 这一条 那么 这一条 有更换 而来 这一条 我会有换 这一条 这一条 你会有换 的 感谢观看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